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补览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珠海航展 昨天进入了倒计时100天 目前航展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补览会 将于9月28号至10月3号 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 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 约400家企业确定参展 预计参展总面积将达到10万平方米 届时将有一批代表 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航天 及装备精品精彩亮相 兵器兵工会在航展现场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包括静态还有动态 同时包括我们空军也将派出 代表当今先进水平的现役装备 包括参加国庆70年阅兵的 一些飞机展品方面 预计9月初就会有装备 进场进行排练演示 本届航展首次推出云航展 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 服务导航与观展餐会 相结合的形式 全方位展示航展实时动态信息 本届航展门票 预计7月中旬正式网上销售 现场不设售票点 三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 中国航天的数个第一 也从此诞生了 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第一 天河核心舱自发射入骨以来 第一次和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这一次的自主交汇对接 过程历时约6.5个小时 第二个第一 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到自己的空间站 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 进入轨道舱 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到了 自己的空间站之中 第三个第一 中国人在自己的空间站里 度过第一晚 17号他们到了空间站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电解支养的档位的设置 还有水箱的安装 用水的一些和基本生活有关的工作 另外对睡眠区进行一些整理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 他们在空间站度过了 中国人在自己的空间站里的 第一个夜晚 还有第四个第一 中国空间站第一次装上了WiFi 空间站核心舱发射的时候 快递小哥天舟二号已经打包 用了六吨多的设备上去 无线WiFi设备就是这些快递之一 天河一号核心舱 17号15点54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与天河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18点48分 三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 昨天航天员按照计划 陆续安装各项生活工作所需设施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天河核心舱 安装了事先带去的无线WiFi 之后会陆续安置必要的日常生活所需 以及进入到货运飞船 把事先带上去的一些物品 运到核心舱进行安装 时间预计将持续一周左右 未来这一周我们叫做组合体的初期 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家好好装修一下 把它的设施设备建得更完备一些 各类的信息通信 生活 包括餐饮 包括卫生设施 都要在这一周里头在空间站逐渐好 然后为后面的长期的载轨生活 垫垫一个基本的一个物质基础 之后航天员就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以及开展载轨训练 特别是航天员出舱活动的载轨训练 日前 新疆军区某特战旅 在帕米尔高原组织 大飞机夜间集群散将训练 锤炼特战队员夜暗条件下 大规模隐蔽渗透 立体突防能力 黄昏时分 携带散将器材的特战队员 完成登机前的各项检查 按照作战编组依次登机 飞机划过夜空 向百公里外的预定地域机动 到达指定空域 投放员再次检查队员的散距穿戴情况 随着尾门开启 特战队员依次跃出机舱 从离机到开散的几秒钟内 特战队员以抛物线的形式下降130多米 临界速度达到50米每秒 夜间能见度低 散兵相互位置和距离不好判断 十分考验特战队员的 技战术和心理素质 地面观察员利用夜视器材 观察散兵状态 发出引导指令 及时修正队员降落状态和方向 做我感觉还是跳得比较好的 主要是对 在高空当中把这个风对着 然后一直跟着这个风向走 到低空的时候 打开排气孔之后 一定要对风向特别敏感 到快着陆的时候 要对着逆风方向 针对此次夜间散将训练 特战队员前期已经完成了 地面动作复训和直升机骤夜间 大飞机骤间散将实跳的检验 训练中 这个旅还针对特战小队夜站 进行探索研究 针对难点弱项寻找突破口 有效提升特战小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 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老地人基本上都已具备多闪行 多机型 多方式 不同高度 大规模闪降渗透作战能力 前段时间 一位老兵与一群学生偶遇 并亲切互动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 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 其实在这位光荣老兵的背后 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这是网络上热传的一段视频 79岁的退役老兵忽荣毕 受邀来到陕西省延川县第二中学 原本是给当地消防官兵上档课 讲述自己曾经的战斗故事 没想到老人满身的勋章 吸引来许多孩子前来为官 大家觉得既好奇又崇拜 觉得这个爷爷厉害不 厉害 你为啥觉得爷爷厉害 你看爷爷那个勋章就知道 他很厉害 我无法努力 将来想当兵不 小心 忽荣毕今年79岁 他1958年参军 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 1978年转业回到地方 20年的军旅生涯里 他曾多次参加国防重要任务 先后荣获一等功 二等功等各种荣誉十几项 对于忽荣毕来说 每一个荣誉的背后都有着一段难忘的经历 退休后 他一直想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 传递给新一代青少年 2015年7月 忽荣毕创办了盐川县红色教育基地 向社会免费开放 现在的青少年设施卫生 阅历尚且正处在于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 红色教育刚好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苦难史 奋斗史和发展史 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一有时间 忽荣毕就会去附近的学校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 他结合亲身经历 讲述他和战友在恶劣自然环境下 坚持战斗突围成功的往事 在孩子们看来 忽爷爷就是他们心中的英雄 自从今天听了忽爷爷的红色教育之后 了解到他们老一辈为保教育国牺牲了很多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像他们一样当一名军人 保卫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幅幅图片 一件件陈列物品 都是忽荣毕的精心收藏 至今也有七万多人参观过这个红色教育基地 忽荣毕还要继续坚持 自己的这项事业 作为一个烙饼 帮红色资影的将军 咱们的秋少年 使我们的红色资影能代代响传 秋少年能介绍地成长 作为一个合作的接班人 把咱们的伟大的祖国接受好